前辈,这是睡着了? 不应该,这里可是大荒,难道不害怕野兽撕咬? 开什么玩笑,你没感觉到? 别说野兽,连妖兽都不敢靠近方圆石里, 前辈的气息,我估计是巫师巅峰? 巫师巅峰? 我们部落中,首领野才这个石栗, 一阵阵嘈杂声音在吴渊的耳畔响起。 吴渊原本还较为浑浑噩噩的脑子, 逐渐变得清醒过来,强大的神魄运转, 令之前涌入脑海的大量讯息, 更不由自主地梳理清楚了。 他睁开了眼,前辈要醒了, 前辈,快退下。 原本聚拢到一处的大量人影, 纷纷退了下去, 颇为敬畏又好奇地望向了吴渊。 这是,是大荒? 吴渊目光扫过这里, 这里是一片荒原, 剩下是无数杂草和乱石。 我的身躯没有丝毫变化, 体内山河依旧, 黑塔依旧, 只是一切储物法宝和法宝都消失, 是被不朽之地的无形力量收取了。 吴渊第一时间开始探查, 是身体降临, 而非意识降临。 吴渊暗道, 不过, 造化本源图还在, 小黑也还在, 只是小黑似乎陷入了沉睡, 能够唤醒, 但先不唤醒了。 身体降临这方神秘世界, 不过, 和炼器本尊失去了联系, 只能感知到炼器本尊还活着, 也无法进入任何神序境。 吴渊暗自震惊, 这不朽之地果然够神奇的。 不朽之地很神秘。 在夸斥师尊提供的诸多情报中, 不同人降临不朽之地, 似乎经历都会各不相同。 有些是直接得到机缘, 有些是要通过各种考验, 有的没有生死危险, 有的却是九死一生, 还有的是一时降临附身, 唯一的共同点就是无法干扰。 外界任何人都无法干扰和窥伺, 连站在巅峰的君主们都无法做到。 按现在来看, 我应该是进入了一方特殊的考验之地, 还是真身降临, 这就说明会有生死危险, 千年。 这是考验时间, 吴渊暗道, 得小心。 先看看环境。 收拢思绪, 吴渊目光扫过眼前。 数十道或是身穿精致兽衣, 或是穿着破乱几衣的人形, 身影站在不远处, 他们大多头发凌乱, 还有些脸上脏兮兮, 身上带着些许血迹, 就仿佛逃难的, 有老有少。 凌身镜, 全都是凌身镜。 无缘如今何等修为眼界, 一眼就能看透这些人的修为。 且他还能看出, 这些的根基似乎都很一般, 大多都是七八种根基。 这方的天地, 比我所遭遇的那些世界, 整体压制似乎要略强些。 无缘稍稍感知, 不过, 天地灵气比之大界, 要浓郁得多。 生活在这里, 恐怕, 天生就能踏入通玄境, 弃海境。 不同世界, 环境都会有差异, 但能够酝氧生灵的, 差异一般不会太大。 更多的是, 天地灵气的浓郁程度区别。 嗯, 无缘目光扫过远处, 那里还有上千人汇聚到一起, 他们的脸上一个个带着惊恐, 有老有少, 但已轻壮年居多。 不过, 无论是修为, 服饰穿着都要比眼前的几十人 差多了, 就仿佛逃荒的。 当然, 所谓低, 最低也有通玄境修为, 全是炼体式, 只有一两个气海境的巫师。 无缘暗道, 这就是最早期的人族吗? 一个个肉身天赋, 当真惊人啊。 明显, 这支大型队伍, 是以眼前数十人为首的。 你们是部落被仙军攻破了? 无缘站起身, 主动开口, 声音低沉而雄浑。 对, 前辈明见, 我们的部落被一支仙军攻破, 首领和巫师们带领大量巫兵和仙兵仙, 将们厮杀了起来, 掩护着大量土通族人逃窜, 我们只是逃亡族人中的一支, 侥幸才逃到了这里。 为首的短发少女恭敬道, 吐辞条理清晰。 无缘轻轻点头, 按他收到的讯息情报, 整个荒谷大地正处于巫族, 先庭征战时期, 浩瀚大地封烟四起, 类似这样被仙军攻破的部落, 不在少数。 你叫什么? 无缘淡淡道, 注意! 少女道, 看着无缘, 似乎有什么话想要说出口, 旁边的众人都欲言又止, 注释! 火屋一脉, 无缘点头。 这片荒谷大地, 背景上和上辈子许多故事中的洪荒, 但仅仅相似, 还是有诸多不同。 至少, 这片荒谷大地上的巫族们, 血脉都源自四大天巫, 土之天巫, 木之天巫, 水之天巫, 火之天巫, 和传说中类似, 像土屋一脉, 就统一数后世, 而火屋一脉都数住世。 无缘暗道, 四大天巫, 传播文明, 血脉, 令巫族在这片大地上繁衍生息。 当然, 四大天巫已是传说, 无影无踪, 如今的时代, 无限争大才是主旋律。 前辈, 一旁的兽医老者终于忍不住, 跪伏在地, 带着气声道, 若前辈担心仙君追上来, 不愿庇护我等逃亡, 还希望能带上助医, 它是我祝福部落千年来, 所诞生的唯一觉醒了天巫血脉的。 天巫血脉, 无缘略感诧异, 看着助医, 按照所得的情报记忆, 天巫血脉一旦觉醒, 修炼数百年, 完全能一口气修炼到乌浆层次。 少女咬着牙, 一脸倔强, 不, 我要和族人们一起, 我还要保护族人, 绝对不会独离开。 注意, 仙君随时有可能杀来, 那是一群仙士, 前辈一个人也庇护不了我们全部, 唯有带你一人走, 才能迅速离开。 兽医老者焦急道, 你活着, 我祝福部落才有重建的一天, 你死了, 我祝福部落就彻底灭绝了。 兽医老者盯着少女, 低沉道, 听话, 不, 我不要, 族长为了保护我战死了, 阿爹阿娘都死了, 我根本没用, 不值得你们这样拼命, 不想再抛下你们单独逃命。 少女咬牙, 忽然近乎低声丝毫道, 她的眸子中, 隐隐有泪要流下来。 连日的大战, 逃亡, 至轻战死, 令这位看似理智稳重的少女, 实则精神已快到崩溃的边缘, 不必再争论。 兽医老者强忍悲痛, 咬牙道, 你必须走。 周围的其他灵神静族人, 脸上同样都浮现悲弃之色, 却都没有开口。 生活在残酷的大荒, 面对高高在上的仙庭, 他们早就习惯了生离死别, 你们让我带她走, 似乎还没问过我的意见吧。 站在一旁的吴渊忽然道, 声音平静。 此话一出, 顿时另在场中人脸色微变, 前辈恕罪, 是我们唐突了。 那兽医老者脸色大变, 直接跪伏在了地上, 连重重磕头道, 天下巫族皆为一家, 还望前辈可怜。 带走助医, 不必前辈多操心, 只要顺路, 将其丢入某个火屋部落即可。 兽医老者接连磕头道, 额头上都仿佛要磕出血迹来。 显然, 他极为担心。 忽然, 翁着一只大手扶住了他, 雄魂的力量令他难以反抗, 不得不站起身来。 前辈, 兽医老者错愕。 在场其他人, 包括那少女, 竹医同样紧张无比地望着吴渊。 你说得对, 天下巫族是一家, 我乃是中等部落, 后湖部落的一员, 我会保护你们前进。 吴渊淡淡道, 后湖部落是传递的记忆情报中, 给吴渊安排的身份讯息, 确保能顺利融入这方世界。 什么? 前辈大德。 前辈? 顿时, 这些祝福部落族人, 一个个流露出了激动神色, 有些人甚至流下了泪水。 有一位巫师巅峰强者保护, 他们逃亡成功的可能性将大大提升。 之前他们汇聚于此, 就是发现吴渊, 希望能得到吴渊的保护。 唯有受医劳者最冷静, 连问道, 前辈, 我们都只是累赘, 你一个人若遭遇大批陷军, 恐怕也会很危险。 放心, 这片疆域, 虽已逐渐沦陷, 可眼下, 至少我巫族还占据上风。 吴渊道, 你祝福部落沦陷, 我想那些中等部落, 高等部落得到消息, 不会置之不理。 很快, 他们就会出兵。 这支先军孤军深入, 即使追杀四方逃亡队伍, 也不敢逗留太久, 会迅速离开。 吴渊以自己所知的讯息, 向其解释道, 受医劳者不有点头, 其他祝福部落族人都纷纷点头, 觉得吴渊说得在理。 是啊, 先军没理由长期逗留在巫族疆域, 那前辈何时能启程? 受医劳者问道, 我随时都行, 你们准备好就出发了。 吴渊道, 他降临而来, 身躯并无什么变化, 自然不会疲惫。 好, 那这一路就拜托前辈了。 受医劳者恭敬行礼, 其他数十位临深境的祝福部落族人 以及那少女助医都行礼。 这一次, 吴渊没在阻拦, 任他们一败。 很快, 这支约莫千人的庞大队伍结束休息, 一个个相互扶持着, 开始继续向南方逃亡。 整支队伍, 大部分都是通玄境中阶, 高阶的普通屋族, 所以赶路速度并不算快, 一天最多赶路十万里。 而按地图情报, 向南要上百万里才能抵达另外的的下等部落。 至于中等部落, 最近的中等部落都要在数百万里之外, 不着急。 我所得到的资料虽有一些, 但并不算多, 还是从底层慢慢了解整个荒谷世界。 吴渊暗道, 千年。 按讯息指引, 吴渊最多在这方世界待上千年, 千年之后必须离开。 这期间若生死, 那就是真死了。 至于整个荒谷世界有什么机缘, 隐藏着什么秘密, 要吴渊自己去发掘了。 吴渊争霸, 我这连体本尊, 天寿乌文, 留给我的路实际上只有一条, 加入巫族, 站在巫族阵营一方, 吴渊暗道。 虽然按整个情报, 整个荒谷世界不算太庞大, 或许都不如一方仙周主大陆大, 可自己也才山河境, 所有强大法宝, 符文宝物都被收取, 连同暗月也无法使用。 我现在连法宝都没了, 这不朽之地只给我留了一件储物法宝和几件一品灵器, 我最多和一些圣玉九重修式抗衡。 吴渊暗道, 实力, 自身是一部分, 法宝也很重要。 这样一方浩瀚世界, 按传说所言, 最古老时代, 曾有天污现世, 漫长岁月积累下来, 地仙, 上仙层次的修炼者肯定是不少的, 暂时, 还轮不到自己嚣张。 的低调点, 慢慢融入这个世界, 巫族作为整个世界最巅峰的两大势力之一, 若我能成为巫族核心层, 自然而然能知晓许多秘密。 吴渊想得非常清楚。 神石浮散。 吴渊神石浮散开, 立刻就感觉受到了无形压制。 和雷泽世界一样, 最大仅能浮散三万余里。 为不使心神疲倦, 吴渊跟随着队伍, 依旧只维持着两万余里的探查范围。 维持探查感知的同时, 一如既往, 吴渊继续潜心感悟起来, 而这一参悟就让他微微惊讶。 这方世界, 推演参悟生命法则, 怎么给我感觉要比过去轻松许多? 而且, 我参悟造化本源图, 似乎也要容易许多。 吴渊心中颇为震惊。 须知, 之前感悟生命法则, 其他三大中卫法则已逐渐有少许, 化到影响, 虽还很微弱, 但并非没有。 但在这荒谷大地, 似乎没有影响。 至于感悟造化本源图, 这种影响就更明显了, 本源图上的无数道文波动, 更为轻松浮散出来。 真是神奇, 诡异。 不朽之地。 难怪夸斥师尊说, 这不朽之地, 或许会成为我难得的一场大机缘。 吴渊暗道, 只是, 为何? 这种化道影响, 我身处天地中任何一处都是避不开的, 难道, 这真是一位超脱天地的无上存在开辟出来的? 吴渊暗自嘀咕, 爸, 这些势离我太遥远, 既来之则安之。 千年岁月, 即使没得到任何机缘, 单单在这荒谷世界修炼千年, 都是大好处了。 吴渊不由一笑, 他继续修炼起来。 前辈修炼可真刻苦。 我怀疑, 之前前辈躺在那荒原上, 就是在苦修。 嗯嗯, 应该是的, 不然, 前辈怎么能修炼到巫师巅峰? 沿途的祝福部落族人们一边赶路, 一边望着在一旁盘坐虚空静修, 却依旧能飞行跟上他们前进速度的无冤。 他们相互小声交流着, 虽逃亡, 可他们性情坚韧, 很快就会接受现状。 注意, 你虽有天污血脉, 但若是想成为如这位土屋前辈一样的强者, 一样的刻苦。 兽医老者低声道, 嗯, 我明白。 少女点点头, 目光扫过半空盘做虚空的吴渊, 只能眼眸中满是坚毅。 她渴望拥有强大力量, 去复仇。 在无冤保护着整支队伍南逃时, 远在北方数十万里外的虚空中, 悬浮着一艘银色战船。 银色战船周围光线扭曲, 遮蔽着自身行踪。 战船上正站着大批身穿银甲的军士, 各个气息不凡, 若战船两侧的旗帜, 则清晰镌刻着一个个古朴的文字。 若是巫族, 并会一眼认出那些文字——仙。 这是仙庭的仙军, 是仙庭得以占据天柱山, 乃至征战荒谷大地最锋利的一柄刀。 将军, 我们追杀的最后三支 由巫师率领的逃亡队伍, 都杀光并检查了, 依旧没发现天巫血脉的拥有者。 一位皮肤宛若枯木的银甲军士地沉道, 那就只剩下南方的那一支队伍了。 瘦高, 三脚眼的黑甲男子露出一丝冷笑, 真够狡猾的。 他们安排了16支逃亡队伍, 偏偏将天巫血脉拥有者, 安插进入实力最弱的一支队伍。 三脚眼黑甲男子气息非凡, 低沉道, 立刻传令下去, 命令另外6支队伍都全力向南探查而去, 一定要快。 这里是巫族江域, 其他巫族部落一旦得到消息, 肯定会赶来, 其中不少部落都是拥有巫匠的, 务必抓住天巫血脉拥有者。 一旦放虎归山, 将来很可能会成为我先庭的一大祸患。 黑甲男子冷冷道, 是, 战船上的数十位银甲军士肃然道。 旋即, 这一艘银色战船以无比惊人的速度, 迅速向南而去。 苍茫山脉间, 队伍正在休息, 有许多祝福部落的族人正在修炼, 吴渊在一旁静修, 同样在暗中观察着。 这方世界的修炼之法, 似乎都极为精妙, 丝毫不亚于我修炼的天巫神典。 吴渊暗道, 果然, 传说中在古老时代有天巫传法是真的, 只是在巫师一脉上似乎非常弱, 这么多灵神静却没有一个精丹静。 不过他们整体血脉的确非常强, 拥有的血脉似乎都天生契合某一条道。 吴渊根据记忆结合自身观察, 迅速判断出来。 例如祝福部落, 除火屋一脉, 他们天生就擅长控火, 对火之法则的感应契合度极高。 好处是, 更轻松就能跨入某条下位火之法则的门槛, 修炼到山河静, 圣域静都会非常轻松。 坏处是, 血脉的天赋上限, 往往也会是实力桎梏。 这方世界, 低层次, 尤其是灵神, 山河层次的修炼者会非常多。 吴渊迅速判断, 但从炼须圣域层次开始, 强者数量就会锐减。 到了地仙, 上仙层次, 他就屈指可数了。 这一路上, 偶尔, 吴渊也会同受医劳者, 助医交流, 又不断从不朽之地传入脑海的情报推演。 这个世界, 境界划分, 道士和巫界差不多, 同样是六大境界, 只是称呼属于很古老时代的巫族。 前三大境界为小巫境, 巫兵境, 巫氏境, 后面则为巫江境, 地巫境, 上巫境。 小巫境, 即为通玄境, 巫兵境, 即为临身境, 巫氏境, 即为山河境, 巫江境, 即为圣域境, 地巫境, 就是法相境, 上巫境, 就是造语境。 占据天柱山的仙族, 应该就是炼气式一脉, 但按情报来说, 似乎都是大量的夭秀城道。 无缘暗道, 同样划分了小仙, 仙兵, 仙士, 仙将, 帝仙, 上仙这六大境界, 一切和清零仙界都能对应上, 上仙上巫之上, 就是传说中的天巫了。 无缘暗道, 只是这方世界似乎没有仙节, 漫长岁月, 除早期的四大天巫, 在未听说诞生有天巫天仙, 九大仙节, 世节, 亦世缘。 每一次仙节, 虽会淘汰大量修仙者, 也同样令修仙者不断蜕变, 不断变得强大。 仙族暂时不了解, 但就巫族来说, 他们的修炼制法很精妙, 可相应的元术制法似乎很弱, 无缘暗道。 对此, 他亦能理解, 天巫就能创出很精妙的修炼制法了。 可元术不同, 像大巫神体这门天阶元术, 就是一位不可思议的大神通者创造出来的。 天巫, 能创出一门较为完整的普通元术就不错了。 至于上巫地巫吗? 创出的普通元术大多只适合自身体制, 传给其他人。 别让修炼者走火入魔就不错了。 这样来说, 这方世界的法术、 炼器、炼丹之类估摸着也很弱, 无缘微微摇头。 一方修炼文明, 要漫长岁月积累, 一代代创造, 才能变得繁盛。 就像清零大界, 当代肯定要比百亿年前整体更厉害些。 金圣古才是常态。 这一方荒谷世界, 估摸总共才繁衍数千万年岁月。 吴渊暗道, 时间积累不够, 又无法和外界交流, 又没有前辈指点, 整体水准, 自然较弱。 这样的世界, 却有什么大机缘? 造化神兵吗? 吴渊敢知道情报中提到的一个名字, 造化神兵。 由先祖掌控。 不着急, 慢慢来, 再有数十年, 我就能跨入圣域境, 导致感悟还会提升一大截, 到时候, 才有在这方世界纵横的资本。 吴渊暗道, 没实力的时候, 就得低调些。 忽然, 嗯, 这么快就追过来了。 吴渊微微皱眉, 他的神识已然敢知道。 峡谷万里虚空之外, 一艘银色战船悬浮。 探查到了。 按将军指引的方向, 赶乌镇已查明, 方圆两万里内, 就有大批乌族的存在。 战船上的近百位银甲军士 都流露出兴奋之色。 赶乌镇, 唯有大批乌族生命汇聚, 近距离下, 才能有所感知。 杀。 立刻开始搜索。 新的一月, 求个保底月票。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